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本云10月17日2023年 山东省田印锦标赛已经落下了一幕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女子柄组8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辽城的肖思玉 今年的肖思玉年已才只有13岁 还只是一位小军生 最终肖思玉以两分20秒20的成绩逆转不光 今天肖思玉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广场比赛肖思玉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处在第八跑道 来自宾州的韩梦瑞 只能一致肖思玉是所有参赛选手中最矮的一个 他的身高也显得并不极艳 比赛克兽 韩梦瑞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阿列众 而肖思玉起跑一般处在落后的位置 才跑出没多久 韩梦瑞就已经奋力出到了第一位 刚开始就可以感觉到 韩梦瑞就显得非常强势 广场是肖思玉则显得不慌不满的 300米结束的时候 韩梦瑞摇摇领先出来第一位 而肖思玉落后7米远 只排在第四的位置 只见韩梦瑞开头就冲得非常凶 其实跑800米除了本身的实力之外 战术安排也是非常关键的 400米结束的时候 韩梦瑞继续一马当先处在第一位 而肖思玉虽然逆转冲到了第三位 但是二者还存在着7米远的差距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 只见肖思玉开始加弹不滑去破镜二者的差距 当然比赛像550米的时候 韩梦瑞被对手逆转排名调到了第二位 而处在第三的肖思玉也在等待实际的出现 果不其然在600米的时候 肖思玉开始发力逆转了韩梦瑞冲到了第二位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只见肖思玉继续在风里冲刺 最后200米肖思玉上演了疯狂冲刺 逆转冲到了第一位 但比赛像最后100米转为直到较量的时候 肖思玉遥遥遥连先甩到第一位 而韩梦瑞已经掉到了第四的位置 这个时候只见肖思玉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火转加速能力继续在风里冲刺 网红是韩梦瑞因为前程冲的太孙 体力已经达到了直线 只见肖思玉越跑越快 最终肖思玉耍开对手6名远 以两分20秒24的成绩逆转得过 而韩梦瑞最后只获得第六名 肖思玉这个成绩也成功达标了 国家二级运动员两分26秒00的标准 距离一级运动员也非常静热 可见他的潜力还是非常大高 这对于一位13岁的小女孩来说 已经非常厉害了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走 看下银鱼赛色 有我大嫂的散发 我下期会